今天來做一下高部考土地稅法的總複習 居家在低價稅、增值稅以及房地合余稅 房地合余稅我們最近有修法 特別了解一下 我們看一下講義的第七頁 前面的水星競爭法讓各位做參考 講義第七頁我們看一下主題的地價稅跟填付 第一個題目 請依土地稅法規定說明哪些土地應課徵地價稅 或者說地價稅課徵的對象 它有兩種考法 一個是哪一種土地 哪一種土地要課徵地價稅 課徵地價稅以什麼為對象 答案是八個字 以規定地價之土地 在平均地權條例的17條 跟土地稅法的14條 有提到 以規定地價之土地 除了土地稅法 22條規定 課徵填付則外 因課什麼稅? 地價稅 所以我們造價徵稅除外 課什麼付? 填付 22條除外 土地的22條課什麼付? 填付 課填付 課填付 哪一種土地要課徵地價稅 有沒有除外的情形 這地方你可以參考一下 平均地權條例的17條 以及土地稅法的14條 都定有明文 那麼呢 講地價稅來講 誰要繳納地價稅 哪些人為地價稅或填付的納稅的義務人 這個地方在土地稅法的第三條 土地稅的地方 你提到呢 地價稅跟填付的納稅的義務人 第一個誰? 土地的誰? 所有權人 設有典權土地為典權人 成年的土地為成領人 那誠懇土地為耕作權人 一共呢 和納稅義務人分的四個態一樣 原則上是土地所有權人 那設有典權土地為典權人 那成領土地為成領人 而誠懇土地為耕作權人 那土地稅法第三條第二項又解釋了 我們土地所有權屬可能是公有 或公同共有的情況呢 公有是管理機關 那公同共有者是管理人 分別共有的話呢 按其義務人為納稅的義務人 所以土地所有權人又分成公有 公同共有跟什麼 分別共有 這三個不同的屬性 所以公有是管理機關 公同共有是管理人 那分別共有 因有部分為納稅的義務人 那第三個子題呢 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主管接生機關得指定 土地使用人負責代表其使用部的地價稅田賦呢 所以它分納稅義務人跟代繳的義務人 所以呢 我們地價稅的納稅義務人 又分成一般情況 還有代繳情況 那代繳情況的話呢 在土地稅法的第四條 第一個 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有土地的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的地價稅田賦呢 第一個 納稅義務人怎樣 行蹤不明 第二呢 權屬不明 第三呢 無人管理 第一次呢 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由政務人來代繳 所以納稅義務人跟代繳的義務人非常非常重要 那第二個題目呢 在考地價稅的稅率結構 那我們上課的時候提過呢 只要講到地價稅率結構 一定要先求什麼 稅基 叫做地價總額 再圍觀呢 土地 地價總額之外呢 再看一下 累進起點地價 它的 表達方法 是圓 還是每平方公尺 多少圓 所以課登地價稅 第一個先求什麼 先求這個 稅基 課登的標準 叫做地價總額 叫做地價總額 離譜 第二步的話呢 回觀 累進起點地價 然後呢 把地價總額 跟累進起點地價 來比 以 五倍個級去 累進課徵 分成六級 這是一般土地呢 才超額累進 所以先求稅基 要地價總額 那地價總額等白的 等於深報地價成面積 你把深報地價 成土地面積 這結果 叫做地價總 所以稅基很簡單 然後呢 在圍觀 累進起點地價是圓 還是每平方公尺 多少圓 以五倍級 累進課徵 分成六級 未達五倍千分之十五 五到十倍千分之二十五 十二十五倍千三十三 十五倍二十倍千四 二十倍千五十五 這地方在平均地權條例的十九條 以及土地稅法的十六條定有明文 換句話說 為促進土地的利用 防止土地的投機壟斷 我們地價稅呢 採差別稅率 稅率結構呢 一般土地呢 是累進稅的 我們地價稅呢 採累進稅率 以各該直辖市或縣市土地呢 七公母的平均地價為累進的起點地價 換句話說 凡土地所有權地價總額 未超過土地所在地的直辖市 或縣市累進起點地價整 其地價稅按照基本稅千分之幾 千分時薪收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整的 依下列規定 累進課稅 第一個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 就其超過份課徵千分之十五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 要五倍到十倍者 就其超過課徵千分之二十五 第三款呢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五倍 十倍到十五倍 千分之三十五 數倍二十倍 千分之四十五 二十倍到千分之五十五 換句話說 先求稅基叫地價總額 再圍觀 累進起點地價的表達方法 是圓還是每平方公尺多少圓 那之前上課講過 是每平方公尺多圓 還是700平方公尺 換成圓 因為七公母的平均地價 要換算一下 這兩個相比之後呢 以五倍為級距 累進課徵分成六級 千分之十十五 二五 三五 四五 五五 總共呢六個級距 才累進稅率 所以一般土地沒問題 才累進稅率的 那麼呢 優惠土地呢 才比例稅 那我們地價稅的優惠土地的話呢 在平均地權條例的 二十二一二三二四 土地稅法的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總共呢 平均地權條例跟土地稅法 總共有四個法條 內容是一致的 說明呢 有五種優惠土地呢 才比例稅 包括哪五種呢 國民住宅用地 自用住宅用地 公共使用土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 跟公有非公用土地 第一個呢 叫自用住宅用地 合於下列規定 自用住宅用地 地價稅 按到千分之二計增 換句話說呢 就把地價總額 直接成千分之二比例稅 就是因缴納稅額 千分之二計增 把地價總額 成千分之二計增 包括都市土地面積 未超過三公姆 非都市未超過九公姆 七公姆 那實務上呢 這個自用住宅用地呢 要用千分之二的比例稅計增 要符合五個條件 有設計限制 用途限制 面積限制 促速限制 跟產權限制 這地方在講義的 第十頁的圖表的 最下面的備註裡面呢 特別有說明 講義第十頁的最下面 那首先解釋一下 何謂自用住宅用地 那自用住宅用地呢 其實地價稅 按千分之二計增 因具備的哪些條件 要件 那何謂自用住宅用地呢 在平均地權條例 第三條的第六款 有解釋 指土地所有權人 或其配偶跟誰 直系的親屬呢 於該地辦郡 戶籍登記 而且無出租 或供營業用的住宅用地 我們稱之為 自用住宅用地 平均地權條例 第三條 第六款 指土地所有權人 或其配偶跟直系親屬呢 於該地辦郡 戶籍登記 而且無出租 或供營業用的住宅用地 我們稱之為 自用住宅用地 它這個定義裡頭呢 就符合兩個要件的 涉及限制 跟什麼 用途限制 所以要件 1跟要件3 就等於它的定義 這何謂自用住宅用地 定義裡頭呢 就符合兩個叫涉及 跟什麼用途 第一個要件 涉及限制 剛提過了 土地所有權人 或其配偶跟直系親屬呢 與土地 甩地辦郡戶籍登記 第三要件 用途限制 無出租 或供營業用的住宅用地 第二要件呢 面積的限制 都市的土地面積 未超過3公母 非都市 未超過7公母 第四個要件呢 促速限制 在平均地權條例的 20條的第三項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 與其配偶 及未成年受抚養親屬 適用優惠的税率 以移除為限 那第五個 叫產權限制 土地上的建築 改物呢 要屬於土地所有權人 或其配偶 跟直系親屬 所有者為限 換句話說 符合這五個要件的前例之下呢 自用住宅用地呢 適用優惠的税率 按千分之二來計真 也就把地價總額 直接成千分之幾 千分之二的比例税